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2月21日 最近在網上經常見到有人 將一段說話不斷傳來傳去 其實這段是什麼說話呢 就是說誰誰誰 提供口罩給香港人 共通點是他們全部都是某一個陣營 有說誰誰有大把錢做到事情很正常 誰誰有人物做到事情很正常 總之說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其實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攻擊另外一個陣營的所有人 包括香港政府 某一些著名的藝人 某一些集團 全部在質疑他們幫過些什麼香港人 當然內容的用詞非常粗皮 所以我也不想在這裏用我的口說出來 但其實他們所說這麼多事情 究竟他們所說的事情 是不是事實呢 其實我想和大家去看一看 首先他們第一件事是質疑政府做了什麼 其實在剛剛昨天的報紙上 就看到抗疫基金加碼至300億 就添三個項目 15億座設二十口罩生產線 其實這樣看法的話 就是說抗疫基金並不是說 昨天才剛剛推出的 其實之前已經推出了 現在是再多了三個項目 到底裡面是包括什麼呢 我就下載了一幅圖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二十四個措施 每一個措施包括什麼呢 就是支持醫管局 加強支援 建立本地的口罩生產線 物流署採購防疫物資 這裏都退了十億 以及向某一些受影響最多的行業 以及比較低收入的行業 發放一些新勞津劫 資助研發和生產可從用的口罩 資助其他的行業 設立緊急事件系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個細項是分得非常仔細的 合共就去到270億 然後再預留百分之十的應急本項 所以其實見到政府是很多全面 多角度全面地是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市民 其實對社會已經做了非常多事情 當然有人說政府的反應不夠快 其實這件事情我覺得很見仁見智 因為你去到這麼大的層面 這麼多元化這麼多角度去做全社會的幫助 你有沒有辦法好像私人這樣做呢 只是做一個環節去決定得這麼快呢 我相信沒有可能 你可以想一下 他說捐口罩 那真的是有人捐了口罩 但是捐口罩只是一樣東西 但是政府所做的事情 要包括這麼多受影響的行業 包括盡量可以幫得到越多市民越好 這個決定是否這麼容易 這麼單純只是去買一批口罩回來派這麼簡單呢 我相信大家在這裡應該可以給到一個很理性 而且很忠狠的評價 至於其他另外一個陣型 就是他們所說 別人另外一個陣型的全部沒有工作 是否事實呢 我們可以看看 亦都是在這兩天的報導 那就是港鐵車站和商場 中小商店是減租一半的 那其實呢 這個我覺得呢 真真正正的可以幫到香港的小商戶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去年半年 下半年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香港暴亂 然後緊接著暴亂呢 就是這次疫情 其實很多中小企呢 都是在這大半年時間 沒有生意的情況下呢 去辛苦經營 是可以說是勒緊土皮這樣做的 那但是呢 我們看回 所謂 很疼香港的大的地產商 好像李先生的長實 那還有其他的大的地產商 他們究竟做了什麼去幫助小商戶呢 拿了幾萬元出來 送了給他們 那就是幫他們共渡時間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 其實香港做生意 最大的成本是來自那個舖租 其實我覺得很多地產商呢 他們真的可以很簡單 免幾個月租 其實已經幫到很多小商戶 有沒有人這樣做呢 有 地鐵這樣做 但是地鐵呢 它本身是什麼陣型呢 就是被欺壓得最慘的一個 大家都應該記憶由心 就是呢 另外 某一個陣型呢 就是經常說 地鐵是擋鐵 有中共背景啊 政府背景啊 所以就不停地去打爛他們的東西啊 破壞了 我相信現在呢 大家入地鐵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集機營的被破壞 但是呢 雖然他們被人破壞得這麼厲害 對他們影響這麼大 但是他們也是第一個站出來做免租 那另外一個呢 被他破壞得很厲害的集團呢 就是美心集團了 那大家相信也記憶由心啦 所有美心的店舖 在去年年底呢 是全部都被人打爛了 但是呢 他們現在呢 仍然是繼續呢 是賺食物啦 還有套餐券呢 就給了兩萬獎者 甚至呢 是派了二十萬個口罩 是給四個社福機構去幫他們去派的 那其實呢 就見到呢 真的 他發出頭英文宣那個 那個集團呢 其實呢 他一直在抵毀對方沒有做事 另外一個陣營沒有做事 其實這全部都不是事實 那當然啦 也有很多人做了事 是不告訴別人 那其實呢 他們那邊的陣營呢 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那剛才大家看到 他很強調 幾個人物啦 李嘉誠啦 黃之鋒啦 那我就看看他們做了什麼 那我呢 首先呢 就先看了 李嘉誠到底做了什麼呢 李嘉誠呢 原來呢 他是向社福機構爆發二百 二十五萬個口罩的 那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相信社福機構收到他的口罩呢 也都會是非常之用得著 我不是說這個舉動不好啊 那但是呢 李先生這麼高調去派口罩呢 那其實這個也是他一向的做事模式啦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看回呢 如果我當25萬個口罩 他是N95 成本價我當是十多元一個的話 其實他這裡大概是三百萬左右 那另外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也都早前有報導呢 就說他 他直接親自呢 就帶了超過五千件保護衣回來 我就當他五千件保護衣 每件是二百元的話呢 其實這裡是一千萬 那但是剛才呢 我們都看到 政府正是呢 物流處採購的防疫物資呢 其實已經十億 就是 如果是李先生拿 一千多萬出來做善事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 我們都為香港社會很感謝他 但是呢 如果他說李先生這樣做得事 但是就無事呢 政府已經拿了十億出來採購防疫物資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偏頗的說法 那至於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他提到的另外一位工作人物呢 黃之鋒 香港眾志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拿了十萬口罩出來做賣的 但是我說明是賣的 就是說呢 如果說他是為香港人做事的話呢 他只不過是做一個商業的舉動 那一個商業舉動就是為香港人 還是為自己呢 而且呢 他們賣的時候呢 我可以說 就是很直接 很粗氣地說一說呢 他們搞到一盒粥 那這一盒粥呢 其實小弟在另外一條片呢 口罩騙局那裏呢 有和大家很詳細的分析 原先說做慈善的 沒有了 全部拿出來賣 他們一路呢 就說他們自己補貼了香港人運費 但是其實和他們計過這條數呢 根本呢 他們是有賺的 而且是賺得不少的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很多人在他的網站上去買 是被人多次去收錢 而且呢 當他們想要追回的時候呢 他們甚至可以跟人說 不如你當捐了去吧 那到底呢 他們所做的事是為香港人 還是為他們自己呢 那現在呢 他們又說呢 去撲罪120萬個口罩回來 但是做了些什麼呢 第一呢 就是做租 因為呢 他呢 很強調呢 要為這120萬個口罩去中國化 那甚至呢 也在他言行之間呢 公開聲明中間呢 就是間接有意無意地呢 是要煽動香港人和國內的 同胞的分歧 那其實這件事呢 他的政治立場 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到底他的120萬個口罩 會怎樣做呢 賣還是怎樣呢 語言不詳 根本都沒有說明是怎樣做 會賣多少錢 完全不知道 他就說給一些友好的所謂區議員去決定 那我又大家不妨放 放長雙眼來看一看他們怎樣處理 但是最重要呢 大家謹記一件事 香港眾志自己是沒有錢的 那他的錢呢 是來自香港人給他捐贈 還有呢 當然啦 我相信他有很多海外捐贈 那其實呢 他是用香港人的錢去買口罩 然後賣回給香港人 那大家想一下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其實網上呢 很多人呢 會借著呢 今次這個疫情啊 借著呢 大半年前 一直在發生的社會運動呢 去做一些抽水的動作 那我很希望呢 大家真的認清楚的事實 到底哪一個 才是為香港市民做得最多的事呢 大家呢 希望看清楚香港的真相 那小弟今天的分享呢 和大家來到這裡為止啦 那如果再看到有值得和大家分享的新聞的話呢 小弟會再錄一條片 再和大家聊過的 那如果大家呢 是有興趣呢 繼續收聽小弟的分享的話呢 那很歡迎大家呢 就訂閱 這個免費的頻道 那還訂閱了之後呢 所以最緊要是按一按呢 那個小小的小鈴鐺 這樣呢 以後如果我有芯片的話 大家都可以馬上收到通知了 那今天呢 就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遲些再和大家聊過 那遲些再和大家聊過 那遲些小鈴鐺